我不舒服 上个星期六,家人和我去留病 可是我撞到墙 我肚子疼,头疼 和我脚也不舒服 所以爸爸开车带我回家 在车上 爸爸给我水喝 我在喝水的时候 我喉咙疼哦 爸爸问我 明天你要不要去看医生 我说我要去看医生 因为我现在不舒服 星期天早上11点 我们去看医生 医生说早上好 我说你好 医生问我你哪里不舒服 我说我头疼 肚子疼 喉咙也疼 还脚不舒服 医生扬扬我的体温 他说你的体温很高 我问医生 我发烧了吗 他说没有 你感冒了 医生开感冒药给我吃 我问医生 我应该饭前吃药 还是饭后 医生说饭后吃 吃晚餐的时候 我吃了药 我想去睡觉 所以我去睡觉 星期一早上 我肚子 头 喉咙 还有脚 都不疼